一个可爱乖巧的小女孩被亲生母亲逼得患上了失语症 还讲出了 我怎么会生下你这种孩子 这种糟糕的话 学校同学欺负 家里妈妈不爱 一个好端端的孩子 就这样说不出话了 小女孩的名字叫明日香 原本她是一个会路见不平靶到相处的勇敢女孩 但是有一天在小公园里 同学王大夫又和同学们在欺负同班的女生顺子 他们一直喊顺子是病君 明日香无法坐视不利 于是想要阻止这群男孩 可是没想到她不仅没有保护顺子 反而让男孩们找借口 把明日香的书包等到水里说是消毒 顺子不想拖累明日香 请求她不要和自己做朋友 并哭着跑掉了 在顺子走后 明日香捡到残障儿童西美的帽子 西美虽然是残障儿童 但是脸上却洋溢着生机和笑容 只因为西美的妈妈非常温柔地在照顾着她 当明日香拿着师傅的书包回家 就被自己妈妈静待大声地熏斥 说她什么都做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呢 明日香除了伤心地跑回房间哭泣外 她什么都做不了 而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家里还有个哥哥 她做什么都很优秀 是妈妈真正的宝贝 所以有没有明日香 其实都无所谓 哥哥才是家里的希望 第二天 班级的同学一大早就来欺负顺子 老师问顺子怎么了 她也只能碌碌地说 自信跌倒了 她不敢跟老师汇报 因为即便讲了 老师也只是警告他们一下 可等待顺子的 将会是更加严厉的包袱 王大夫他们还特别警告明日香 不许再和顺子说话 后来老师在选班干部 可是有个和成长学校 儿童交流的职位 没有人想当 结果明日香却主动举手担任 一切都是因为新妹 明日香果然在成长儿童学校 见到了美丽的新妹 两人也成为了好朋友 可是仔细环顾一下四周 明日香发现这里的孩子 好像都比自己还惨 他们根本无法正常地生活 自己还是比他们幸福得多 那今天正好是明日香的生日 一放学 她就高高兴兴地跑回去 祝自己生日快乐 明日香很期待妈妈 提了生日蛋糕回来 可是晚餐之后哥哥 准备了熟丝咖喱 哥哥一言不少地说 你就不应该被生下来才对 她的明日香 别期待妈妈会带蛋糕回来了 她根本记不住你的生日 明日香不信 因为前两年 妈妈都有为她过生日 哥哥继续道出了残酷的真相 那就是妈妈前两年 帮她过生日 只是为了在爸爸面前 装贤妻粮木 现在爸爸已经去了伦敦 她也不需要再装了 明日香还是坚信妈妈 会给她过生日的 结果哥哥又说 上次明日香睡觉考了20分时 妈妈早就说 后悔生下明日香 这个笨小孩了 明日香伤心地 泼了哥哥一言水 然后回到房 哭到睡着 半夜她醒来 听到了妈妈和哥哥的对话 原来妈妈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 而且这次她亲耳听见了妈妈说 当初要是不生下名字就好了 因为这句话 明日香伤心过度 而导致说不出话来 她患上了失与症 她不知道如何是好 妈妈也没有发现她的异常 后来明日香去上学 脑子让她练课文 她却发不出声 被同学们嘲笑 在放学后下了大雨 明日香淋雨到家时 音发高烧 晕倒了 哥哥回来看到这一幕 非常着急 赶紧给明日香 吃了退烧药 也不见后转 有妈妈打电话 妈妈也目不关心 于是只有哥哥细心地找过她 才发现明日香 失声的情况 哥哥一直到自己当初 附属妈妈那一句 如果没有生下名字就好了 而让明日香感到懒过 哥哥深感抱歉 而在明日香 失声长达两个月之久后 无奈的妈妈帮她请了长假 并且指责她为什么不怕生 正当她很丢脸 奇迹败坏的妈妈 还打了明日香 哥哥回家后 看到明日香被打 非常生气地指责妈妈 行为上的错误 但是妈妈根本不在意 方便让哥哥做好自己 既大事 不需要她操心 之后哥哥为了拯救明日香 提供明日香 去外公外婆家散散心 外公外婆家族在乡村 十分的亲近大自然 外公外婆也十分的热情 在外公外婆家 明日香第一次迟到 妈妈有个十六岁 就去世的姐姐春夜 在过园里 有一个姓说 是明日香出生时 肿的明日香很开心 觉得外公外婆 一定记得自己的生日 感受到自己 被人在乎的明日香 赶紧十足地帮忙干活 外公外婆也在耐心地 等她回复身体 一天 明日香偶然看见 妈妈近代的日记本 写的都是埋怨自己妈妈 太偏爱姐姐春夜 而对春夜深恶痛绝的事情 那时春夜的身体很虚 所以对于春夜的照顾 很明显要多于妈妈 所以直到长大后 妈妈对于这件事 都能救更更欲怀 明日香看完后 不仅也对妈妈的遭遇 有同情之心 这外公带了明日香去爬山 高兴地发现明日香 已经恢复了健康和生机 果然 明日香可以发生了 在车站 外公的明日香以后 不需要再等待什么事情 想哭就大声哭出来 生气的时候 就发脾气出来 外公外婆有了小时候 忽略妈妈的事情 而懊悔 在明日香回到学校 才知道顺子 也一直没有来上学 王大福他们想把顺子的客座椅冷掉时 明日香勇敢地出手阻止 最后他和朋友冰本 一直去看望西美 西美依旧很美 依旧充满生机 冰本说自己之前 做交流鼓掌的时候 结交了像西美一样的朋友 可是这个朋友突然离世 迟到的礼物 也没有办法送出去 听了冰本的话 明日香更加珍惜西美了 每天都去陪她玩 给她画画像 生活 看似变得越来越美好 唯独妈妈依旧的云泪香 很冷漠 一天 顺子终于来学校了 可是王大福不让她进班门 明日香生记得责备她 以及所有旁观者 跟王大福有什么区别 一群帮凶 还清醒自己没有乐视 顺子伤心地跑掉了 明日香和兵本追上去 于是就形成了 顺子走在前面 明日香二人在后面跟着 找顺子去到了河边 桥上 楼顶等危险地带 明日香二人就会及时乘过去 生怕她轻生一样 两年就这样一直跟到了傍晚 三男因为饿了 肚子叫起来声音 那三男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真是同班的帽 找到了他们 说学校为了找他们 抖乱成一团乐 在美丽的晚霞中 顺子终于说出了自己 一直想寻死 但是没想好怎么死的心声 明日香伤心地求她 不要再讲这种事了 幸好你没想出来该怎么死 明日香的这一句话 直接照亮了顺子 黑暗的世界 之后顺子去了学校 也勇敢地和老师 说了自己被欺负的事情 和被明日香他们救的事 老师听了之后 十分难过 自己见到没有发现同学被欺凌 并不是所有老师都是懒懒无人 大多数的老师 还是很会替学生着想的 也深了 家长们都来接走了学生 明日香的妈妈始终没来 但是哥哥来了 不知不觉中 明日香已经变得十分坚强了 也没有因为妈妈的不来 和会心 她对哥哥说 人是可以变的 不管在哪里照有心 就可以改变 明日香这句话 让哥哥的内心有了触动 她一直以来都是甜枝胶子 但是她的未来似乎被妈妈 安排得明明白白 她也有自己想做的事 她的未来就是该由自己来创造 而关于顺子被欺负的事情 老师最后真的没有让王大夫算账 老师的班题开展 关于欺负为主题的家长会 明日香他们提议 让学生也参与讨论 为了跟顺子讨回公道 于是就有了学生和家长一起的家长会 家长会上 刘宾本念出了 因为被同学欺凌 而想亲生的同学的遗书 心里且慢的痛苦 大家听完后 都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顺子的爸爸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 被同学欺负了 这时同学们纷纷主动向顺子道歉 有旁观者 也有施暴者 只有王大夫 依旧没有道歉 直到家长会结束了 明日香妈妈都没有去参加 哥哥对这样的妈妈很是生气 然后他宣布自己不读大学了 要去追求自己的人生 哥哥之前读的是明星学校 制度十分冷血 不时就有学生被淘汰和驱逐 连哥哥最好的朋友 也把他当作对手一样 不跟坦言相待 这一切都让哥哥痛苦到要迷失自我 于是他鼓起勇气 想像明日香一样改变自己 不想成为只会用成绩去捣好妈妈 不想成为妈妈口中所说的乖小孩 重男轻女记相当哥哥厌恶 他大声制成母亲 自己不也是一个女人吗 之后哥哥真的退学 去了乡下 再有一天 明日香去公园想要见新妹 结果王大夫因为顺子的事情 想要报复明日香 于是让人打了起来 正好新妹的妈妈 带着新妹来到了公园 并且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 新妹坐了轮椅 就被推入了山坡 眼看轮椅的速度越来越快 明日香看到后期帮推开大夫 想要去拉住轮椅 但是却让自己也在地上摩擦摩擦 可没想到大夫就出现在正面 挡住了轮椅 虽然轮椅还是撞飞了大夫 可是新妹就被大夫抱在了肩上 幸免遇难 新妹妈妈很感谢两个小孩 又是带他们回家做客 林大夫到了新妹家后 看见新妹被妈妈悉心呵护着 忍不住痛苦起来 因为林大夫的妈妈总是对她拳打脚踢 用热水烫她 把她关在橱柜里插点饿子 最后因为这件事 爸妈离婚了 这时林大夫跟她说自己也不被妈妈喜欢 两种瞬间心心相吸起来 之后新妹的生日要到了 于是林大夫召集大家 一起给她准备生日会 林大夫还十分认真的练习做蛋糕 王大夫又准备了礼物 抢了林大夫带转交 可是新妹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新妹的妈妈说新妹也许要走到头了 但是她从来没有后悔生下新妹 她会永远记住新妹的每一个笑容 每一滴眼泪永远地活在她心中 没有奇迹发生 新妹最后去世了 但是林大夫永远记得她 永远 永远 我看到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内幕 如果你有所感触的话 在宫廷上打出内幕 让我看看 而林大夫家里因为哥哥的事情 爸爸妈妈吵得特别厉害 妈妈变得更加抑郁 对林大夫更不可忌 林大夫也终于忍不住了 质问她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春夜 你才这么讨厌我 你明明连自己解决的勇气都没有 却发现在我身上 你不要把我当成春夜爱一样发现 我以前爱林 但以后我不会再叫你妈妈了 妈妈因为明连香这一段话 瞬间感受到了明连香的感受 因为这跟自己当初的情况特别相似 唯独不同的就是 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说 只会在背后搞小动作 或者埋怨他人 她翻难醒悟地痛哭起来 她开始后悔了 可在第二天 明连香还是喊妈妈 为妈妈 似乎昨天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 恶蛮感动地 对明连香道歉 而当西美的生日到来后 王大夫他们开始为西美举办的生日会 生日会上 西美的爸妈很感谢明连香 给西美带来短暂的幸福日子 甚至也很感谢明连香对她的拯救 王大夫 因为明连香变得诚实 终于对孙子道歉了 哥哥因为明连香而找到自己的梦想 哥哥对明连香说 幸好当初妈 又把你生下来 哥哥的这一句话 让明连香彻底重生 片名 生之喜悦 我相信很多人看完后都会想到 我的妹妹小桃子 区别不同的是 一个是健全的孩子作为主角 展开家庭视角 一个是不健全的孩子作为主角 展开视角 其实在这部影片 没有大家想到的 重来侵侣这个方向 无论是明连香顺子 还是哥哥 以及王大夫的西美都没有提到过 明连香的妈妈 对她并不是因为女性而讨厌 只是单纯的认为明连香和姐姐太想了 因为妈妈小时候没有明连香的勇气 暂出来说明 她始终无法理解姐姐身体上的痛苦 只是单纯的认为姐姐夺走了自己的爱 心里的扭曲造就了现在这样的她 在她和明连香的矛盾解开后 她也会在明连香外出的时候 耐心地给她披上一件外衣 而甚至爸爸因为身体问题无法工作 一家的担子都是由妈妈在看 所以家庭的问题 让她与生俱代感到卑微 从而不敢再被欺负的时候去进行晚抗 哥哥本性不坏 但是她确实因为妈妈更宠爱自己而感到开心 这些从开头她对妹妹说的那些话 就能看得出 可是哥哥却并不是想要针对妹妹 相反 可以解回哥哥身种钢铁直男 毕竟那些话也都是妈妈说的 她只是在附属 而王纳夫的家庭则或许是因为 车楼车尾的心理疾病导致的 心理的家庭更是处处透露着 父母对子女的关心 即便身体出现问题也不会抛弃 故事所想表达的方向更多的 是关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祈祷的付出作用 而不是去讲述 种男轻女的故事 那些校园暴力的人其实背后 多多少少都是有因为父母的原因 才会导致孩子有错 但是因为家长的你我他 或许同样有错 没有谁是天生的怀人 这是一部画风一般 但剧情却足以治愈对有人的优质电影 更是日本教育部推荐的作品 我是赵明 一个明年幼孩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赞和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